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照传统的习俗 元宵节不光要吃元宵 还得赏花灯 猜灯迷 所以每到正月事务的时候 我们都会为大家准备几个原创的灯迷 今年也一样为大家准备了原创灯迷 您听好了 没错 安格可能来的时间短一些 每年我们守望都市猜这个灯迷 就特别有守望都市的特色 每个灯迷猜的都是我们守望都市 您特别熟悉的记者 主持人的名字 今天也不例外给大家出几个迷面 您在看我们节目过程中也可以猜一猜 我先出一个 第一个迷面只有四个字 叫缓而出众 打我们一个非常出名的记者 还有一个迷面是 文士指导守生门 是一个新生代的记者 大家猜猜看 这两个迷 第一个迷我还真没猜出来 第二个迷我已经有线索了 你也给大家出两个吧 我也有 咱们来听一听 这同样是谜底是我们守望都市的记者 您听好了 叫今日三度喜相逢 有意思 接下来还有一个比较文艺一点的 叫点点焦珠镜撒泪对冰棚 这个迷面都在我们这个屏幕的下方 大家得看一看这个字 说了四个记者的名字了 这个有关的这个谜语 谜面了 再给大家出一个主持人的 这个谜面挺有意思的 我先说说 大家没准一次就能猜中 百安 白天不在家 客人脱帽自进门 主持人的名字 说到这儿我相信 我是挺有铺的 如果猜到了 赶紧发送答案给我们吧 微信公众平台 稍后节目中我们会揭开谜底 今天是正月十五了 传统啊 就是赏这个元宵 这个赏花灯 彩灯迷 所以呢 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这个谜底是什么 没错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今晚节目的主要内容吧 开学临近捕作业 熊孩子用上黑科技 代写机器人 一分钟能写多少字呢 七十四以上 连笔字也能模仿吗 可以的 抱孩子过马路 老人被撞伤 家属急寻肇事车 这已经调取录像了 但是录像稍后侧面 侧面号根本扣 实人可以吃的 公车停用几个月 两百多户居民如侧男 贷款一万 结果得还四十万 广贷陷阱真坑人 我现在已经还出去 三十多万 然后现在还有十多万 没还进去 全家人和朋友 都受到了骚扰 我真的很内疚 很自责 也不是骂你 骂你朋友 骂你家啥 你认识挺不样理的 来骂你家啥 正夜十五元宵节 那今天晚上的团圆饭吃完了 大家一定要赏月赏灯 出来走一走了 而且今天啊 这个外面的天气 还挺广和的 今天晚上长春市的 各大公园也会特别的热闹 现在我们的记者刘阔 已经赶到了长春公园 咱们来看一看 长春公园啊 那里的节日气氛啊 你好刘阔 好的主持人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长春公园了 那今天呢 是正月十五元宵节 那也是继这个春节之后的 最重要的第一个节日了 那今天呢 可能大家的这个传统活动 可能就是包括赏月了 那这个赏月来说 今天的这个长春的天气来说呢 其实可以看到 天空是飘着一些小雪花 有一些阴天的这个状态 目前是看不到这个月亮的踪迹的 但是记者也之前跟相关部门了解到啊 今年的这个月亮呢 是十五的 月亮十五元 并且能达到年度最大的 这样的一个满月的状态 而且最佳的观月时间 是在晚上的七点二十三分左右 那如果有这个 有兴趣的市民朋友们呢 可以在七点二十三分左右 出来来赏月 那除了赏月之外呢 大家可能就比较了解的 就是这个赏灯的这个一个活动了 那比如说现在记者 所在的这个长春公园里呢 就可以看到 有很多很多的市民 就来到了长春公园 来到这儿赏冰灯 那现在可以看到 正好是刚才在我们直播之前呢 正好开始下了一点小雪花 给大家关这个冰灯的 这样的一个气氛呢 又增加了这样一个 节日的浓厚的气氛 那现在可以看到 在我身后的这些 市民朋友们呢 有的带着父母 有的带着孩子 前来观赏冰灯 可以说在这个冰灯的 这个灯光焦香灰映之下呢 更加凸显了这样的一个 元宵节的欢乐的气氛 那其实记者也在这里呀 也重点要提示一下大家 在关冰灯的这样的一个同时呢 一定要注意这个 关冰灯的安全 因为大家知道 最近长春市的这个温度呢 是有所回升的 所以这个冰灯 是有融化的迹象 大家在这个观看冰灯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孩子 不要让孩子登上冰灯进行拍照 一是为了防止滑倒 第二呢 就是为了防止这个触电 那在这样的一个美满 团圆并且带着美好的 这样的一个节日呢 记者也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好的主持人 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 哎呦 在流阔的身后 真是好不热闹啊 大家都很好奇 或者是很欢乐的 在给我们的镜头打招呼 也看得出来 现在呢 长春公园里啊 人也是特别的多 确实要提醒大家 出行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另外今天晚上 不仅长春公园 南湖公园呢 还有胜利公园呢 长春市的各大公园 都有冰灯在展出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携上家人 一起出去走一走 都说这个正月十五雪打灯啊 现在正飘着小雪花 也特别的硬和这个节气 在这里呢 也是再次祝愿 大家和家欢乐 元宵节快乐了 过了这个元宵节 这个正月十五过了之后呢 这年也就算过完了 马上也就要开学了 现在不少学生 都在赶着写作业呢 这不昨天 我们在微视频中 还报道了 一位黑龙江初三的女孩 为了完成假期作业 竟然用压岁钱 买了一台写作业的神器 这件事情呢 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 我们的记者呢 也试着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哎 发现这卖这种机器人的 还真不少呢 近期 黑龙江的一个妈妈发现 这学校布置的寒假作业 自己初三的女儿 竟然在两天之内 就全部完成了 且字迹工整 规范 当这位妈妈 打扫房间的时候 才意外发现 原来这作业的写手 竟然是一台代写机器人 据了解 这台写字机器人 是女儿花了800元的压岁钱 在网上购买的 随后记者在网上搜索 关于写字机器人的关键字 发现这类机器人的种类繁多 价格也在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 最高销量可达270件 通过什么方式代写呀 通过USB数据线连接电脑 打开给你提供的软件 再将需要抄写的内容呢 导致软件内即可使用 根据店家的介绍 这类写字机器人 功能强大 操作简单 对电脑配置 无特殊要求 有的卖家还告诉记者 该款写字机器人 还可以模仿自己的笔记 怎么模仿自己的字体呀 一呢是用电容笔 加APP手机上录 二呢是用电脑 加手写版电脑上录 把正常字呢录一遍就行了 一分钟能写多少个字呢 74以上 连笔字也能模仿吗 那可以的 记者看到 这款写字机器人 在网购平台上好评如潮 评论里有不少人都表示 收到货后十分满意 大部分人都是苦恼于 抄写的枯燥 才选择购买该写字机器人 其中不乏学生等特殊人群 而这种写字机器人的出现 也得到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有的吐槽 为什么当年自己 没有遇到过如此神气 但多数网友的观点还是 使用代写机器人 违背老师留作业的初衷 其实这种代写机器人的出现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是为了增快工作效率 减少失误 但也有不少人投机取巧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购买和使用类似商品时 一定要得当 少网都市赵新新南报道 这种机器人 真是完成给孩子们 直接就完成作业了 但是我们发现 网上大家的留言 并非一编导 很多的留言 还有表示 如何在正确引导孩子的同时 让孩子作业的压力 能够少一些 是不是 作业太多了 实在写不过来了 才会采取这种非常手段 看来作业减负 也是大势所趋 咱们再来关注一个突发的事件 在2月13号晚上7点30分左右 在吉林市昏春中街上 一名60岁左右的女子 抱着15个月大的孙子 过马路时 突然被辆急迟的轿车刮倒了 老人倒了之后 就再也没起来 就是倒地不起了 那赵氏车辆却逃逸了 至今没有踪影 商者的家属 也想通过节目 找到赵氏车辆寻找线索 刘女士说 事发后 刘女士的儿子 拨打了报警电话 并将母亲和孩子 送到了医院救治 经初步检查 刘女士有脑震荡的症状 此外 她的手臂骨折 膝盖也有外伤 孩子的身体状况也不太好 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在张先生提供的监控录像上 记者看到 当时刘女士一家 正准备购马路回家 儿子和儿媳 拎着东西 走在她和孙子的前面 忽然有一辆轿车驶过 车速飞快 刘女士抱着孙子 躲闪不及 被刮倒在地 刘女士说 当时自己看到车辆 朝他们开来 就赶紧抱着孙子向前跑 也多亏是跑了几步 要不知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他们已经将监控录像 提供给了警方 随后记者也电话联系了 吉林市交管部门 目前事故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在这里 刘女士的家人也希望 有看到的目击者 能积极提供线索 协助警方尽快找到 肇事车辆 守望路士 文泽志刚 吉林市报道 整个过程 车辆没有一点刹车的迹象 如果您当时正好在现场 也希望您能够与警方 或者伤者的家属联系 积极提供线索 我们也希望这位肇事司机 还是能够主动现身 投案自首 咱们再来看一个 同样发生在吉林市的事 家住吉林传营区 西安路附近的一些居民 挺头疼的 因为前段时间 这居民发现在附近的一个 公共厕所停用了 而且一停用好几个月 那么其实您觉得 公共厕所没什么 但这个公共厕所 是在平房区附近 所以这停用之后 附近的居民想方便 还就真挺不方便的 杨女士家住在吉林市 西安路与新开街交汇处 因为家里住的是平房 没有厕所 家人上厕所 都会到附近的公厕 可最近这公厕 却突然关门停用了 这个应该是17年 秋天那时候建的 18年咱们可能是 四五月份使用的 是吧 十一月份就坏了 杨女士说 修建公厕 本身是为了大家方便 但现在这附近 二百多户居民 都感觉不太方便 为此附近居民 也曾多次找到相关部门 但始终没能解决 记者看到 在该公厕的门上 贴着一张通知 上面大概的意思是 由于上水冻坏 冬天无法施工 此公厕2019年1月29日 至2019年5月1日 停止使用 对此记者也联系了 吉林市市政公用局 询问具体的情况 现在主要是上下水不通 已经进行多次抢修了 但是这个公厕吧 就是上下供水管线 跟光缆都混在一起了 非常近 大型的机械设备 无法进行破土动工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现在天气逐渐转暖 等公厕的上下水管线 和光缆开化分开后 他们会利用机器 对上下水管线进行疏通 具体的修理时间 就是门上贴着的日期 对于居民们 反映公厕停用后的不方便 他们也会想办法解决 想办法看 能不能设置两个临时公厕 守望度士 温泽之刚 建临时报道 工作人员最后说的这一句 算是一个解决的方案 虽然贴出了公告告知了 但是这方便之所 毕竟是大家每天都要使用的 不能没有 而且相关部门 还是要应该尽快地 给出一个 妥善的解决的方案 比如说设立这个临时的 临时的公共厕所 对居民来说 也是方便之处 咱们再来看 近日延级市万元批发市场 一处冷库突发火灾 延级市应急救援大队 特勤中队 迅速赶往火场进行救援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 侦察发现 起火部位是市场内 一家菜店的冷库 现场火光冲天 浓烟密布 火石正处于猛烈燃烧阶段 短时间内不进行有效控制 很有可能会蔓延到 笔林的仓库 造成严重后果 指挥员立即下达救援指令 由城市主站消防车 单干线出两只水枪 强攻火点 控制火势 防止向周边扩散 警戒组对火场周围进行警戒 防止无关人员进入火场 经过20多分钟的奋战 火石得到有效控制 被避免死灰复燃 消防员对起火的房间 进行了细致的清理 同时用水浆进行打湿作业 彻底清除火患 火灾中无人员受伤 机会也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双渡市报道 正值冬季天气也比较干燥 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火灾隐患 说完了火灾来说说水 长春市民少先生发现 这几天吉林大陆 与东盛大街交汇处 有一处下水井 一直都在向上反脏水 这也导致了 你看现在晚上的时候挺冷 就结冰了 中午又热就化了 真挺脏的 而且地点位于地铁站附近 每天乘地铁上下班的人还多 这样的结冰路面 真是影响了行人的出行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 浮明路与康宁街的交汇 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 此处的下水井盖 是大面积的反水 同时这个水还冒着热气 仔细的一闻 还有一股隐隐的臭味 而由于这个反水 也导致这条路面上 是长达十米 结了厚厚的冰 对市民出行造成了十分的不便 初五晚上就带着冒水 它这是下水道的 好像是 那么现在好像就下水堵了 那个供暖的吧 也来了 也挖开了 挖开完以后吧 那个供暖的吧 一看不是塌陆的 就这么的 把它又给填了 它说啥玩意 是好像下水堵了 浴池冒的水好像是 由于旁边有一个浴池 而反的水还冒着热气 所以居民们猜测 很有可能是 浴池的水反上来的 但是具体此处的 下水井反水归谁管 他们就不得而知了 为了帮助附近的居民 解决此问题 随后记者也来到了 负责该小区的 龙兴社区了解情况 现在是这样的归宿 有的时候吧 弄得大家真的都很老 如果是马路牙子一下 就是说就是油踢路 就是归石正 只要是方砖路 就归物业 那个井是在方砖上 就是不在马路上 社区负责人表示 此处的下水井反水 应该归物业馆 随后记者也来到了 长房物业总公司 新春孙公司 联系了当天的值班负责人 这井是确实不用 但是供满了 也挖没了 这井没了呢 反正我们找供满 在供满洗啥了 供满说行 我们找出来的 可能是用东方来 不好挖 他也没找 就我们去办 这个协调一下 好 所以因为我们这个 施工就搬着去 顾暖把这井通开 还是打个庞石 反正应该别 解决就是完事 墓水它是不好 物业方面表示 这口井确实归他们管 但他们并不知道 有反水的情况发生 他们也表示 将于明天联系供满公司 一起对这口井进行维修 尽早将此问题解决 守望都市 陈林 富强报道 一气奔腾 物联网汽车创灵者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乡办同城长 长春农商银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人民保险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小雪转多云 零下五到零上四度 白长多云转晴 零下九到零上六度 松原晴 零下八到零上四度 四平小雪转晴 零下七到零上五度 辽园小雪转多云 零下七到零上四度 麒麟小雪转多云 零下四到零上四度 通化小雪转多云 零下六到零上一度 白山小到中雪转小雪 零下八到零度 延吉小雪转多云 零下四到零上三度 长白山小到中雪转小雪 零下九到零下二度 长春小雪转多云 零下五到零上四度 金龙鱼农箱笨炸熟豆油 小时候的豆油箱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金龙鱼农箱笨炸熟豆油 小时候的豆油箱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三两国圣九 歪您精气神 歪山春旗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蹦床落园玩跳落 男足腰部意外骨折 我都记得了 看着很有腰部就受伤了 运动不当 还是安全缺失 受伤原因难确定 入园签署免责协议 出现问题能否免责 受伤 长管不够任何责任 这个条款 涉及到一些傍晚条款 腰折的蹦肠体验 首网都市今日播出 贷款一万 结果得还四十万 网贷陷阱真康然 我现在已经还出去三十多万 然后现在还有十多万 没还进去 全家人和朋友都受到了骚扰 我真的很内疚 很自责 你不是骂你骂你朋友 骂你下卡 你这品样的眼睛来骂你下卡 老赖欠钱就是不还 法院可不惯着你 被告人张忠贤 判去不执行财政罪 判处表期不停止言 男子偷汉机当废品卖 所得赃款一天就全输光了 一天之内就被他给挥霍门了 大部分都是打麻将的时候输掉了 武师光源猜灯迷 缓缓洗洗闹元宵 大部分也是感到要这么舒服了嘛 一个咱们的传统姐妹 一个气费 集市传媒视频专家服务到家 守望都市由集市传媒独家冠名播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守望都市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白城大安杜女士的一个烦心事 去年十月份 她因为生意周转不灵 就通过三家网络借贷平台 借了一部分钱 整个金额加在一起 也不足一万元 可是由于借贷平台的利息高 为了偿还贷款 杜女士开始以贷养贷 短短三个月里 她就已经偿还了三十万的贷款 竟然还欠着借贷平台十万多 因为这事儿 她的生活也是变得面目全非 白城大安的杜女士 在当地经营了一桩小买卖 去年秋天 她的生意有些周转不灵 因为不好意思向家人朋友借钱 她突然想到 经常收到的借款短信 好像可以帮她度过难关 手机短信尽当收到一些借款信息 我就点开了那个链接 把资料输入进去了 然后钱真的到账了 最开始我是借了大约是三家到四家吧 我记不清了 比如说我申请两千块钱 但是呢就到手一千四 申请一千块钱 到手是七百 总共加起来大约不到一万块钱 据杜女士说 她最初借款的这几家贷款平台 每一个还款周期都是七天 以借款一千元为例 首次到账七百元 一周后她需要还款一千元 如果不能及时还款 就只能选择续借 而每续借一周 需要再缴纳三百元的利息 杜女士说 三个月间 她累计共申请了六十四家平台的贷款 最少的一千元 多的也不超过三千元 从最初的借款不足一万 到现在的欠款数十万 她至今都觉得有些不真实 今年二月初 承受不了还款压力的她 将事情的始末告知给了丈夫 夫妻二人详细地算了一笔账 这些平台的周利率 基本都在百分之三十 换算成年利率 已经高达百分之一千五百四十二点八六 远远的高于国家规定的 百分之三十六的 最高民间借贷年利率 而她的还款金额 也早已经超出了本金的多倍 夫妻俩决定不再继续还款 在家人的股份下 我没再还款 他们打电话来 我就跟他们协商 我说这钱我不能还了 我利息原有超过你们本金几倍了 然后他们就不断打电话 骚扰我和骂我 然后发短信 给我朋友家人 非常难听 采访中 杜女士也向记者提供了一段 借款平台打来的催修电话 也不是骂你骂你朋友 骂你干啥 你那是挺不要脸的 来骂你干啥 杜女士告诉记者 诸如此类的电话 她和家人朋友 每天都能接到十几个 短信更是不计其数 而基本所有的来电 使用的都是网络电话 无法进行回播 公司地址更是无处找寻 采访过程中 杜女士恰好再次接到了 两家贷款平台打来的催修电话 喵喵带的借款 你这个逾期十二天了 你什么处理啊 你好 我是电视台的记者 我想问一下 咱们这个利率是依据什么定的呀 您不用跟我说这个 有问题去找他 他借钱没还好吧 那别带一款 你以七八天了 怎么没有处理呢 你好 我是电视台的记者 我想问一下 咱们这个利率是怎么算的呀 什么 咱们这个借款的利率是怎么算的呀 喂 面对记者的疑问 两家客服都未做出正面的回复 并很快挂断了电话 很难想象 杜女士一万块钱利滚利 现在已经还了四十万元 而且还没完 那么这样的网络贷款 是否属于高利贷呢 杜女士的情况 又是否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呢 为此我们的记者也咨询了律师 高利贷 它是一个民间上的一个用词 照记用钱 就很高的利息 它也去借 这种情况下 属于双方的一个资愿 是他们俩在民法范围内调整的 仅从利息约定过高这个层面上看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它已经属于高利贷的性质了 贾律师表示 借款平台是否违法 主要看其资金来源是否合法 假设这个资金是通过向公众不特定对象 集资而来的 这时候可能涉及到非法集资罪 或者是说这个钱是从金融机构来的 这时候可能涉及到一个转贷罪 贾律师说 具体到杜女士的情况 这64家网络借款平台主要存在两点问题 按照咱们国家民间在司法解释里面明确规定了 那如果你金额约定了一万 但你真是只给你七千块钱 这时候就按照七千块钱来算 就是第一 第二确定一下利息 按照也是按照这部司法解释里面也明确规定了 超过36%的全部都是无效的 法律师不保护的 此外 贾律师表示 由于杜女士借款的平台较多 应该分别计算对待 如果还款利率已经超过36% 那么超出部分则可以不予返还 而一旦对方采取恐吓 诽谤或肢体伤害等方式 对杜女士及其家人朋友进行暴力催修 则或涉嫌刑事犯罪 杜女士可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求帮助 首昂都市报道 杜女士的行为应该说也给大家敲响了警钟 对于这种网上的高利贷的行为 这是属于非法的 所以请大家不要尝试 接着我先说 前几天长春市民陈女士带孩子 去金与大律附近的水质运生态洗浴中心去洗澡 进入休息大厅的时候 因为陈女士带了食物和饮品 工作人员告知得收取他10块钱的服务费 对于这项收费呢 陈女士表示不认可 她想问问这种收费合理吗 我是带着东西进他们的洗浴 但是我是带在那个袋子里面 然后那个东西也没有拿出来 我就到的休息室 然后服务人就给我要的10块钱的服务费 就说带东西进来就有收10块钱的服务费 陈女士说自己带着孩子去洗澡 为了方便给孩子带的饮品和罐头 可是两个人刚进到休息大厅 就被服务员告知 自带食物要收取10块钱的服务费 陈女士说收取服务费自己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收多少怎么收 自己并没有在洗浴中心内 看到任何的相关标价或者提示 随后为了了解情况 陈女士再次来到了位于金云大陆附近的水质运生态洗浴中心 店内的经理向记者解释了 为何禁止顾客自带食物一事 就是咱家属于公务场合 清泉区有很多人 他会带什么呢 葱 酱 白酒 什么都往上带 影响大家伙休息 网上贴出来 就是说不让这些人带一些有意味的东西 在店内记者看到了禁止顾客自带食品饮品的提示 但是对于服务费一事却没有标注 第一我们是贴肯定是贴出来了 第二我们提示呢也提示到你了 就是我们收你也很正常 消费者到店要求的是明买十价 咱们这块有没有哪个盘上写着服务费十块钱 对这个我们都是人工去提示 这个服务费的标牌咱们是没有的 那个没有 经理表示起初服务员只是提示性的告知陈女士 并没有真的索要服务费 因为发现陈女士在之后确实实用了自带的食物 所以才收取的 那么店内是否有权禁止顾客自带饮品食品 在没有明码实价的情况下 收取相应的服务费又是否合理 针对此事 记者也联系到了吉林省消费者协会 对于禁止自带酒水包间设置最低消费 均是属于违反合同法 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八王条款 是餐饮经营者利用其资深的一个优势的地位 做出的加重消费者责任的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 对于加收的服务费 商家应当在自己的经营场所进行一个明示 并且在消费者进行消费之前呢 一定要明确的告知 若经营者存在八王条款 或者是不明码标价的行为 消费者的话 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 或者是举报 史上都市 风帆云龙报道 事实上像陈女士这种情况 在我们的生活中并非个案 一些公共场所 比如说饭店 洗浴 都会贴上这个禁止顾客自带酒水的提示 既然很多人对此就习以为常了 久而久之呢 也就默认了这种霸王条款 我们也希望大家在面对这种霸王条款的时候 也可以选择说不 那目前呢 陈女士已经将问题反映给了消费者协会 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事情的进展 接着往下说 按照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部署呢 我省各地法院在春节前后呢 都开展了春雷行动 就是重拳整治 失信被执行人 那近日呢 辽院士龙山区人民法院呢 对检察机关指控的被告人张某某 拒布执行裁定罪一案呢 就公开开庭进行了宣判 听审显示 被告人张某某与赵某某民间借贷纠纷 经法院判决 张某某应给付赵某某欠款610万元级利息 经赵某某申请 干案于2016年5月31号进入执行程序 执行法院于2017年6月21号 依法裁定冻结张某某名下的吉林银行工资卡 2018年4月16号 张某某个人向辽原市社会保险局申请 将该公资账号更改为农业银行账号 并于2018年5月21号 将账户内的20400元取走 同年6月8号张某某被刑事拘留 6月21号被执行逮捕 公诉机关指控 被告人张某某对人民法院的裁定 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裁定罪 被告人张某某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情节严重 其行为触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313条第一管制规定 犯的实施清楚 证据确实触犯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张某某通过变更开护行的方式 转移已被法院冻结的财产 致使裁定无法执行 属于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情节严重的情形 2月2号 辽元市龙山区人民法院 对检察机关指控的 被告人张某某犯拒不执行裁定罪一案 公开开庭进行宣判 人认为被告人张峰年 对人民法院的裁定 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被告人张某某不扶提出上诉 首昂都市印得王超 通讯员刘晓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交通安全 近日呢 省高速民警啊 在高速口对过往车辆例行检查的时候呢 发现了一辆小型普通客车的驾驶员 所提供的这个驾驶证啊 存造伪造的这个行为 随即呢 就对这名驾驶员进行了依法拘留 随后 该名驾驶员向民警提供了一个身份证号码 表示自己就是驾驶证的所有者马骏 但民警在检查驾驶证时 发现驾驶证存在明显的伪造痕迹 于是民警再次要求该名驾驶员出示他的身份证件 经核查 该名驾驶员姓魏现在正在准备考科目一 向知其民警出示的机动车驾驶证是自己花4000元买的 本想着把对方的身份信息背下来就能门混过关了 结果刚要上高速就被民警查到了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对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行为 处于2000元行政罚款 并处于7日行政拘留 对其使用伪造机动车驾驶证的违法行为 处于5000元行政罚款 并处7日行政拘留 两项违法行为共计7000元行政罚款 拘留14天 首王都市孙翘编辑报道 遵章驾驶 这是每一位驾驶员都应该做到的 近期呢 这个我们交通违法曝光台呢 还发现了有很多驾驶员 在路口信号变灯的时候呢 一些这个驾驶员不是及时停车 而是抢行 今天我们就看一看有哪些违法车辆被曝光了 在长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提供的交通违法设路途片中 我们看到一辆白色的机动车行驶至清电路与浮渝路交回处时 在路口信号灯明显为红色时闯灯通行 我们看到当时路口斑马线上行人已经开始通过 但该车辆并没有选择让行 而是加速通过 车辆与行人擦肩而过非常危险 极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同样在普通街与阳光路有助 一辆白色的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线号灯通行路口 我们看到其他车道上的车辆都停车等候 唯有这辆机动车抢行通过 存在的安全隐患不言而喻 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线号灯通行将被处于二边发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入园签署免责协议出现问题能否免责 受伤 床管不负任何责任 这个条款涉及到一些傍晚条款 腰折的蹦床体验 首网都市今日播出 男子偷汉机当废品卖 所得赞款一天就全输贯了 一天之内就被他给汇过没了 大部分都是打完将时候输掉了 武师光源猜灯离 缓缓细洗 到元宵 大部分也是感到一个十五国 一个咱们的传统节目 一个气氛 集市云点播 精彩点不停 集市传媒 视频专家 服务道家 买好钻 坏翠楼 坏翠楼珠宝提醒您 稍后节目更精彩 集市传媒 视频专家 服务道家 首网都市由集市传媒 独家冠名播出 欢迎继续关注首网都市 节目开始的时候 咱们说了那五个灯迷 您猜没猜出来 如果突然忘了迷面了 您也别着急 我们屏幕下方会不定时地滚动 一起来猜猜一起 开心开心 热闹热闹 但是说到这开心出去玩 这热闹热闹 真得适时适度 千万别乐极生悲了 你看在二月十六号 长春市民刘女士一家 来到了长春正阳街上的 皮皮岛平衡车 蹦闯体育乐园玩 当时刘女士的丈夫 一下就跳到海绵池里了 就这一跳 腰部意外受伤骨折了 刘女士认为 这丈夫受伤的原因 和游乐中心的安全措施 不到位有很大关系 十六号 我老公带着孩子来本游乐场玩 然后就是在一点左右 人摔伤了 摔伤以后动作不了 一大医院来的急救车 给人拉走了 到这检查 现在是腰椎骨折 刘女士在现场 向记者出示了 医院的检查结果 上面标明 腰医椎体压缩性骨折 建议入院进行手术治疗 目前 刘女士的丈夫王先生 一直卧床进行治疗 随后记者也通过电话 与她取得了联系 刘女士说 目前丈夫的治疗费 已经花了一万多 还需要大约七万元的手术费 她也曾多次联系 蹦床乐园沟通此事 但依旧没有进展 为了何时情况 记者来到了长城市皮皮岛 平衡车蹦床体育乐园 刘女士说 她的丈夫就是在这个 约两米高的台子上 跳入海绵池中受的伤 随后场地的经理 也调取了监控录像 视频中 王先生坐在跳台上 回首抱过女儿后 直接跳入了海绵池中 工作人员说 王先生在摔倒后 大声进行了呼叫 随后自己走到了服务台 便倒在了地上 工作人员马上拨打了120 医护人员到达现场 将王先生送到了医院 你怎么送到硬币 你们那地方应该是远的 没有硬币 那没有硬币 为什么能分属 我去看看这个 就那个设施 是做了哪些安全措施呢 有一层 或者是两层 我距离我还不知道 就是那个这么厚的 白色的海绵 上面还有九层罐 不存在这种安排 工作人员还表示 开业初期 公司便在太平洋保险 投保了公共责任险 出现事故后 他也拨打了保险公司的 电话进行报案 目前正在等待保险公司 进行责任的划分 就是这个责任上划算 是看他是 是这个项目的有利 还有无利的 是我们责任 我们就积极配合他 是要不然 然后我们会共同这个事 他在那个厂内 出现这个问题 你们认为 现在是属于谁的责任 这个微博判的 保险 得保险来定这个责任 太平洋保险 公司 说是今年过来 定这个责任 随后 经理在现场 拨打了太平洋保险的电话 但对方表示 由于电话报案时 没有提供保单号 所以目前还没有 查看保单的内容 他是一个不规则的报案 他当时提供 被提供保单号 他派到我们 要看一下 是不是保险责任 属不属于我公司的承保 确定保单的内容之后 我们会到现场 跟别人沟通 我们要求的 48小时之内 我们倒是可以的 采访中 记者还了解到 按照规定 进入场馆前 顾客需要 与商家签署一份 运动安全协议 上面对于运动的前提条件 进行了诸多限制 其中 第二十二条写明 场地为公共运动场所 并不对场馆内游戏 或运动人士的行为 承担担保或保证责任 那么顾客在场地内运动 发生受伤的情况后 场馆是否有责任呢 记者也咨询了律师 受伤 场馆不负任何责任 这个条款就涉及到一些 报完条款的一个协议 但是依据现在这个情况 场馆应该承担 一定的损害赔偿责任 第一条建议就是说 先等着保险公司 理赔责任划分结果 如果对这个保险结果 责任划分不满意的话 可以直接以这个 营业场所为被告 侵权起诉 要求他赔偿受伤的责任 首阳都市 新京名利报道 在蹦传乐园受伤的新闻 咱们也不是第一次听说了 那么我觉得 无论是这位受伤的先生 还有商家的经营者 都应该注意 生活中很多不经意的地方 就容易受伤 安全这颗闲 我们时刻要绷紧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 一些商贩 手拿一大捧的轻气球 沿街叫卖 这些气球还挺受人喜爱的 然而很少有人会意识到 这些气球存在着危险 日前在陕西有六人 因为轻气球爆炸被烧伤了 2月14号晚上11点多 应朋友之约 杨先生来到星平市一家 名为金城七号的KTV 上了电梯发现 电梯内还有五人同城 其中一人手中拿着 十来个轻气球 就在电梯上行过程中 气球突然爆炸 电梯内连杨先生在内 一共六个人 无一幸免全部被烧伤 都是奇妙的 奇妙的 两名伤者 所差无几的说法 基本可以相互印证 玩具一样的轻气球 却有如此大的威力 提起当天晚上的经历 杨先生现如今 还显得心有余悸 轻气球爆炸 然后怎能干净 都已经昏广 然后滑地创造 创造烈伤 目前受伤六人 全部在星平市人民医院 接受治疗 大多都是面部手部烧伤 前天刚接受完手术的杨先生 因为双手及头部 被紧紧包裹 自理能力有限 至今还需要 家人24小时陪护 现在划着 都是三万样的 后续还得几百块钱 现在这个思想 还不知道谁传达这个思想 目前24小时离不开人 都需要人的照顾 吃饭亏 要用习惯 轻气是一种 一燃一爆的气体 处在密闭空间时 由于与空气混合 一旦浓度过高 遇到火花 轻气便会发生反应 产生热量 热量无法排出时 便会发生爆炸 通过网络查询 各地轻气球爆炸 伤人的新闻 也是屡见不鲜 因为有学生家长 在现场抽烟 引起了一串小的氢气球爆炸 在旁边围观的 十个家长和六个孩子 全都被炸伤了 也要提醒大伙 尽量购买安全系数高的 氦气球代替氢气球 如果购买了氢气球 一定要保证周围环境的 安全稳定 避免发生意外 所以在这儿 记者也提醒您了 在购买这样的气球的时候 问好了 是氢气的还是氦气的 一定要确保安全的 再来看 前段时间 长春市辽宁路附近 发生了一起工地 这氢气被盗的案件 民警通过监控 也成功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当询问 这个被盗的物品 哪儿去了的时候 犯罪嫌疑人表示了 这氢气被卖了 赃款被他一天 就在麻将馆输光了 1月6号早上8点多 长春市公安局 宽城区分局 系三条派出所的民警 接到一名姓黄男子的报案 他称自己所在辽宁路 轻轨三号线 地铁施工工地的 两台焊机被盗 民警来到案发现场 调取监控 我们就调取了 周边的那个商户的监控 发现确实是在 1月6号凌晨 有一个身穿红色衣服的 一个中间男子 是进入到这个工地里面 通过监控录像 民警发现了 嫌疑人的盗窃行为 继续追踪视频 侦察员发现 案发前 嫌疑人出现在 辽宁路与西安大陆交汇处 民警实地走访 发现了一家麻将馆 发现这个人 经常到这儿来打麻将 确定他肯定是 在这附近居住 我们又调取了 附近的治安监控 侦察员发现 嫌疑人居住在 新华路附近的一家旅店内 民警实施抓捕 敲这个旅店老板的门的时候 这个嫌疑人 就从旁边的屋里边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立刻 把他给控制 嫌疑人姓沟 磐石人 吴叶 据沟某交代 作案后 他把脏物送到 司机清二手市场贩卖 一共获得赃款950元 一天之内 就被他给挥霍没了 大部分都是 打麻将时候输掉了 据了解 沟某2009年 就曾因在工地 偷电缆入狱 有犯罪前科 目前 嫌疑人已经被警方 刑事拘留 守望都市 新冲雨风报道 在湖南 有这么一位小伙子 从小就梦想 拥有一辆炫酷跑车 那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他花了四年的时间 用手工打造出一辆 兰博基尼 那这个纯手工打造的豪车 是什么样的呢 咱们一起来看看 进入微视频 这个车可不是一般的炫酷啊 是问哪个男生 不想拥有一辆 人家这台全世界 也只有这一辆 因为它呢 是自己亲手制造的 我个人特别喜欢它 这个造型外观 非常的霸气 所以一直想模仿这个车子 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 我说这个买博的地方 真的也比较简单嘛 然后也没有图 花费没有太 没有具体技术 绝对没有超过 就是一万五 真是太牛了 佩服佩服 看来呀 我要多学一门技术了 这可真是仗着自己 有的跑车 怎么咋喊都不停 还是欺负我们交警同志 追不上 我们正在历行循务 在路上 然后我们发现 这台五排的南波机的车 长期这个战友 高速路已经车到 然后它不仅没有开除 已经车到 反而继续加速 中间还有几次穿插面道 躲避我们的检查 这台车辆当时 一直以这个 一百七八的速度跑车 原来是一台 没有手续的违规车辆 要不然怎么不停下来 接受检查呢 要我说呀 真别太嘚瑟 和警车飙速度 你兰波基尼 还是太嫩呢 这又是什么操作 用意念驱动摩托车 你这是魔幻电影 看多了吧 这明摆着是 没事闲的 跟那耍酷呢 看到有人拍摄呢 大爷还露出了 得意洋洋的笑容 这大爷还能笑出来呢 明显没意识到 这是多么危险的事 意识不到危险的呢 还有下面这位 那可真是炫酷开场 悲剧收场 何必呢 不老老实实地开车 这下悲剧了吧 真是no作no代呀 五十光源 猜灯迷 浑浑洗洗 闹元宵 这也是感到一个 这个失败嘛 一个跟咱们的传统姐妹 一个气负 好 欢迎大家回来 继续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 守望都市 春节过后啊 我们守望都市 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板块 叫便民服务台 在这个板块里啊 我们的记者呢 将发布衣食住行等 多方面的便民信息 在这里面包括了菜价呀 停水呀 停电呀 燃气呀 安检等相关信息 希望这些生活小贴士 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自2018年7月1号至今 全国已有广东 江苏等11个省份 确定了基础养老金 上调方案 2019年 这些省份的退休人员 将按照涨后新标准 领取养老金 而在这些省份中 我们吉林省的基础养老金 调整到了每人每月103元 涨幅接近三成 是涨幅最高的省份 长春燃气将在2019年 2月18号至2月24号 这一周的时间 对室内的燃气用户 进行分区安检 在安检过程中 安检员还会当面讲解和演示 如何正确使用燃气 市民可以现场学习 并一同操作 同时长春燃气也提醒用户 安检员是经过专业培训的 有成型的安检流程 统一工装 佩戴工牌 携带专业安检工具及设备 入户免费安检 最后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的菜价 今天的菜价跟上周相比 大蒜的价格下幅较大 土豆和大葱的价格 有略微的浮动 其他蔬菜的价格 没有明显变化 今天中午 在长春市卫星路的一座商场 上演了一场百人大合唱 表演者也是通过快闪的行事 演唱了我和我的祖国 现场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 停下脚步 齐声歌唱 在长春市卫星路的价格下幅较大 记者在现场看到 一名小提琴手 拉出悠扬的琴声之后 众多演员从四周 依次入场 通过快闪的表演形式 演奏演唱 我和我的祖国 等歌曲 很多市民朋友都表示 音乐响起后 便感觉激动不已 这首歌都是老歌 大家都会 特别是我们这个年纪 不由自主就唱出来了 因为一唱到这个歌的时候 我心里非常激动 歌词都是铭记在心 据了解 本场活动 够有八百余人参与其中 均来自长春市不同的艺术团体 在元宵佳节之际 为市民朋友们 献上了一场身边的 视听盛演 首阳都市 则旭云龙报道 一首能感到所有中国人的歌曲 让我们都在心里默默听唱吧 今天上午在长春文庙 还举办了一场 关于元宵节的公益活动 有不少市民也在这里 感受到了元宵节的喜庆气氛 俗话说正月十五学打灯 前两天 长春市一场不记而遇的大雪 也为这个元宵节 增添了不少的节日气氛 今天 长春文庙在这样的节日气氛下 也给古色古香的建筑 悬挂起了大红灯笼 赶来现场参加庆祝活动的朋友们 看一看武师走一走撞圆桥 玩一玩传统游戏投湖 融入其中切身体验 从而也进一步了解到了元宵节的由来和习俗 第一个是受教育 在这发扬咱们的传统文化 第二个到这也是感到一个十五了 一个咱们的传统节日气氛 而今年的元宵节 长春文庙的活动延续到了晚上 晚饭过后朋友们也可以和家人来到长春文庙 现场的灯光秀 广场舞会将节日的气氛推向高潮 同时文庙方面还邀请了专业的相声团队进行现场演出 传承的礼仪剧有这个葫芦丝表演 还有那个传统戏法 会在这个现场那个大家便出元宵啊 然后赠送给这些观看的观众 水旺都市张默新闻报道 今天啊在长春市图书馆呢 一年一度的元宵灯迷大会也再次热闹登场了 有五百多条灯迷是高高悬挂 市民们敬猜热情高涨 针子一半 甲子一半 我们俩才值日的值日 对打一个字 这是个鱼 年轻房搞个五字搞口的 都无法言许说话了 今天长春市图书馆一楼大厅 一派火热的闹元宵盛景 长春市图书馆登迷会 已经连续的举办了二十多届 和往界相比 本届登迷的迷面设置更为丰富 既有常见的字迷成语迷 也有地名迷物品迷 传统知识与现代元素融合 贴近生活富有时代性 可以说是有登有迷 更好地体现了登迷 这富有民族传统的文艺形式 题材广泛 内容非常丰富 老少咸鱼 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 在猜谜的这种争执 意趣的游戏活动当中 度过一个愉快 愉悦 祥和 有意义的元宵佳节 今天大家猜登迷的热情 也是非常的高 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看到很多登迷的下方 已经标注于猜众 那我们也赶紧来猜两条 看一下这个 久雨出情 打以中国地名 我们一起来开动脑筋 猜猜看吧 猜登迷 开拓思维 友谊身心 细细品味 乐在其中 年年碎碎 花相似 碎碎年年 人不同 一年一度的猜登迷 闹元宵 是继承和发扬 传统节日的体现 在这万家团圆的日子 希望这些张灯结彩的灯迷 也给您的休闲生活 带来无限的乐趣 祝大家新一年的生活 红红火火 守望都市 徐莹海军报道 猜登迷 让大家是脑洞大开 今天我们守望都市 也不例外 也是每年都会给大家 准备这个灯迷 大家有没有猜中 每年我们守望都市 都会用我们特有的方式 给大家出了这个迷面 都是大家特别熟悉的记者 主持人的名字 我看起来也看到了 很多朋友都猜对了 在我们屏幕下方 也有不少答案已经露出了 那你也试着猜一猜 我们为您准备的灯迷 稍后的节目当中 我们会为您公布答案的 今天上午在陕西 还有近万名居民走上了街头 他们也用他们自己 传统的方式洗闹元宵 咱们去看看 眼前的飞翼项目 秦汉战鼓表演 起源于秦汉时期 至今已经有了 两千多年历史 而在太平镇 已经有了近四百年的传承 看着先加入队伍 拿着指挥令旗的同村村民 72岁的王大爷 一脸都不开心 他说啊 这个位置 原本是自己的 王大爷说 以前战鼓是用来 为作战助威用的 后来逐渐演变 为节日庆典演出 在三四十年前 每逢他们村农耕大收获 大伙都会身穿 古石战衣盔甲 用这种方式庆祝一番 后来很多人外出务工 队员越来越少 不过啊 随着这两年 更多的年轻人参与了进来 这种非议文化又火了起来 全真十六个屯 每个屯都参与进来了 笑到十几岁的校学生 这不就是大伙 年轻的时候 人人参与过的古号队吗 为了感受闹元宵的氛围 存小时的孩子们 夜来住镇 为了占据有力位置 看到表演 很多村民直接上到了楼顶 还跟着锣鼓的节奏摆动 今天在太平镇除了有2200人的锣鼓表演 还有更具当地特色的非议文化 鲸和竹马表演 中国人民保险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相办同城长 长春农商银行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人民保险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小雪转多云 零下五到零上四度 白长多云转晴 零下九到零上六度 松原晴 零下八到零上四度 四平小雪转晴 零下七到零上五度 辽园小雪转多云 零下七到零上四度 麒麟小雪转多云 零下四到零上四度 通化小雪转多云 零下六到零上一度 白山小到中雪转小雪 零下八到零度 延级小雪转多云 零下四到零上三度 长白山小到中雪转小雪 零下九到零下二度 长春小雪转多云 零下五到零上四度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吉林省分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吉林省分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人民保险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好 广过后呢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 我们的守望都市 又到了我们揭开谜底的时间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一直都在不停地 给我们发来信息 有答对的 也有呢这个参与 会在参与的 我又一直在想 比如说这个徐儿出众 反而出众 你都把谜底给说出来了 我就在想 这个安格已经说到了 徐当然了 缓就是徐的意思 徐出众 出众就是影 就是我们的记者徐影了 然后还有就是 文士执刀守生门 这个文士啊 我在想了还要好久 可能是刘 对 那这个守生门就是阔 也就是咱们记者刘阔 还有了就是 今日三度喜相逢 这好像简单了吗 好猜 三个金 三个日 还有就是点点 焦珠镜 撒泪对冰棚 很文艺 很文艺 但是配合这个 咱们战兵可能就不文艺了 其实有人说了 说这个战兵应该说 贵宾到来 未落座 站着的战兵 对对对对 最后这个呢 大家很多都猜对了 猜猜了 反安白天不在家 他不在家 就是我 没有别人了 只有安格了 对 所以从这个题面的意思 大家也能猜到了 就是安格 对 这个客人一脱帽 那不就是割了吗 然后在门里就是割了 所以说 这个字的这个拼字 纯字的意思呢 也能看得出来 对 很多朋友呢 应该说都是我们 守望都市的铁杆粉丝了 对于我们的这个 每一位的成员呢 都特别的熟悉 对 无论是我们的新生代 还是我们的老主持人 老记者 大家都陪伴我们很多年了 对 所以每年的这个正月十五呢 都是和我们大家 共同来欢乐 来猜谜的时候 对 也希望大家都能猜中 当然没有猜中了 多看我们节目吧 也挺好的 下面再跟您分享一个好消息 在本月的二十一号 就是后天的下午两点钟 多视频道呢 将在长春市万达广场 红旗街店的一楼中厅 要举办一个大型的 系列公益活动 叫爱你日的启动仪式 这爱你日是纯公益性的活动 如果你也想和我们的主持人们 近距离的接触互动 或者了解他们的话呢 当天呢 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我们还会有很多的礼物相送 对 当天呢我们会抽取大奖 如果你想了解详情的话呢 别忘了近期一定要留意 我们晚间的守望都市节目了 对 而且呢 所有主持人都会去啊 一起看一看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要结束了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吧 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